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官方电信监管机构上周表示 他们为限制这款城市的使用已经提出诉讼 自我流放的Telegram俄级创办人杜洛夫长久以来表示 他不会向俄国情报机构企图取得软体后门的所作所为妥协 这款免费城市让人们能在人数高达5000的群组内传送信息 照片与影片 在2013年推出以后 已经吸引了2亿多名用户 Telegram特别受各式政治运动人士喜爱 但也引来圣战士族群使用 法新社报道 杜洛夫表示 俄国联邦安全局去年9月 曾要求取得Telegram的加密钥匙 遭拒绝后就正式提出控告 杜洛夫去年写道 联邦安全局的要求技术上无法达成 并违反赋予人民秘密通讯自由的俄罗斯宪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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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